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感谢收看本频道。 结束后特意给媒体们送的热饮,这热搜还真的是随便,很多人怀疑背后有水军,而这波操作也只是在洗白。 毕竟在大家印象里,王力宏是一个非常抠门的人,不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本身也不足以上热搜,很大程度就是在挽回人设。 相信大家对王力宏事件有所耳闻,曾经一手龙的传人让不少观众对他印象深刻,没想到名气过剩,反而物极必反,看起来是一个证人君子,实际上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在外界都在猜测王力宏婚变之时,他的工作室第一时间就开始辟谣,结果打脸也是来得如此之快,上午刚辟谣,下午当事人就实锤了。 其实明星离个婚也不虚奇,毕竟今年离婚的明星夫妇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在王力宏官宣离婚不久前,汪小飞夫妇以及李湘夫妻都已经官宣离婚了,所以这种事情最多只能让大家惊讶一下。 可是后来王力宏的妻子李静磊却在深夜发文控诉王力宏,这一爆料不要紧,不少网友看到长文之后都开始对王力宏议论纷纷,原来娱乐圈的人设还真的是站不住, 本以为今天的瓜够多了,没想到快到年底了,王力宏居然塌房了。 李静磊在长文中言辞凿凿,事件叙述的有理有据,不少人惊叹,不愧是学霸。 而王力宏这些惊天大料被爆出后,他也是没有任何回应了。 但是这件事情也是牵连甚广,很多品牌都开始和他解约,各种活动也基本被终止。 在如此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王力宏的爸爸发了一篇手写信,信中说明离婚并非王力宏之过, 而是女方咄咄逼人。曾经在两人没有结婚的时候,女方借孕逼婚, 现在又嫌离婚财产分得太少,故意捏造事实,污蔑诋毁王力宏。 当然,群众的眼光也是血亮的,这一波洗白并没有作效,反而更多的网友开始谴责王力宏。 后来王力宏终于不再躲避发文回应李静蕾的说法,言辞中一直都在针对女方, 并且表示李静蕾并非中国人,他的学历都是假的,是为了更加方便的结婚。 而且王力宏避重就轻,也开始获取大家的同情心,说自己一直被李静蕾勒索, 不过很快他就被怼得哑口无言了。 李静蕾的哥哥随后发文控诉了他的七宗罪,让王力宏一招无法翻身, 最后只能发文表示自己会暂时退圈一段时间,不过很显然这也只是说说而已。 这才没过多久,王力宏的名字就开始出现在热搜上, 大家点进去一看,结果就是给媒体送了杯热饮,也不知道这种热搜到底是怎么上的。 很显然王力宏已经开始洗白了,与此同时,著名作家海灵突然在网上爆料 李静蕾的九宗罪,言语中暗讽他的家庭背景,并且还表示他的母亲就是第三者, 他根本就是一个日本人,而且也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一切都是王力宏为他做的人设, 并且还表示如果有证据完全就可以去法庭控告王力宏, 到时候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结果。 之后还评判李静蕾是一个妥妥的外国老女,言语中一直攻击李静蕾的身世, 还暗示李静蕾的心机很深,而王力宏曾经的舞蹈老师也开始发文力挺王力宏, 表示自己虽然和王力宏交际不多,但是很确信王力宏的人品很好, 就算已经做出一些错事,但也不应该被大家落井下石, 其实通过这两人的说法都只是自己的一面之词, 海灵只是一味地抓着李静蕾的身份不放, 并利用其家人的事情来攻击他,但是并没有否认王力宏的丑闻, 所以说王力宏或许真的做了那些事情, 而他曾经的老师也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 可是两人交际不多,又怎么会真正地了解他的本性呢? 当初不少明星都认为王力宏是一个好人, 结果王力宏的事情一出,周杰伦立马取关了王力宏, 所以说王力宏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一直都在抹黑女方来洗白, 说什么李静蕾是逼迫的, 这个时候就有网友发问了, 李静蕾还能逼他生三个孩子, 说白了就是没有理由故意制造, 如果王力宏真的问心无愧, 他在李静蕾发出长文的第一时间, 就应该发布声明辟谣, 在沉默了很多天后, 才用各种办法为自己开脱, 可笑的是很多脑残粉还在为其洗白, 李静蕾是一个外国人又怎么样, 王力宏私生活混乱也不是假, 不要动不动就想用爱国来博取同情, 而且王力宏本质上根本不是中国人, 他早就加入了美国国籍, 还妄想利用这一点来洗白自己, 真的是让人无语至极,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眼睛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在终于卖上他有数觉力价值 selonج, 还 lieber安排гр ikon力吗? 我还某些错误了, 还是资格的柜 partis Brooklyn... 被炼icht试了不能用力获得主要是一种科学的非常有筛业时的 sabe在程度下的数 southern平台地, 也有我が idi客劉的事情, 我们对累ленal functions西環 ist这么大型感觉, 原谅并你看看! 今天的神盈 thi正宗心特别引力跟这件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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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